歡迎收看 命運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篤霖 大家好 我是郭敬淳 來 我們今天趕快 從命裡來看時事 今天Ruzuga是值得被恭喜的 一個離婚的美女 你說外面有十幾代SNG錯 都是因為 這是一件好事嗎 因為會離婚 都表示說 一段舊的過去 要有新的開始了 因為我們還不知道它舊的過去了 但是它新的已經來了 我們說整個人換新 換人一新很漂亮很漂亮 蜜蜂都已經飛過來了 我們說奇怪 怎麼只有一隻蜜蜂 應該昭告天下 多一點蜜蜂給它飛過來 那就請狗仔跟緊一點了 來…首先我們來歡迎我們的 事件女主角 緋文主角謝心妮美女 好的 接下來歡迎 讓心裡一直覺得很害怕的 是我們的資深媒體人 許勝梅 大家好 好 好 接下來歡迎我們的 江應堯 兩姓副教 接下來歡迎我們的 不是緋文主角 資深媒體人 江忠博 江忠博 大家好 好 來 歡迎我們命裡老師 給我們判斷一下 首先是維文老師 大家好 好 接下來是 不用逃過他的法眼 我們來歡迎張勝書老師 大家好 好 接下來也是有法眼的 周應金老師 大家好 OK 來 新年喔 新年恭喜啦 是 你是要恭喜今天 還是要恭喜恭喜他已經離婚了 我覺得人生所有事情 那個都值得恭喜 離婚其實是值得恭喜的一件事 因為離婚之前一定有好多的波折 對不對 那離婚之後其實是一種重生 沒錯 對不對 當然不是鼓勵大家都離婚啦 但是如果你還在婚姻的時候 那也鼓勵你加油堅持下去 那就是 不過這也太幸福了 對不對 我們夜會 夜會著容太 謝忻離開賓市營酒戰友 那一同 一同去吃完海鮮之後 是說兩兩就回家去了 之後就擺出這樣的pose嗎 然後說 然後媒體在那個韓風夜雨裡面 等了很久 阿說總容太都不出來 來 希妮 我們的女主角在現場 女主角自己現身說話一下 這個畫面喔 標示了你有三個現況 第一個有錢嘛 賓市 第二個有自由嘛 離婚 這三個有快樂 一個有伴 好理想耶 對不對 不是我以前一直覺得 怎麼叫看圖說故事 我現在終於知道 什麼叫看圖說故事 其實那一天是 有一群朋友吃飯啦 嗯 然後你看第二天的那個照片 我 左上 有一個黃色的大屁股 是朋友的小孩 喔 真的啊 對啊 那個 那個小朋友啦 就大家一起吃個飯 這樣子 就很簡單這樣 那因為隔天剛好 我覺得你也有一點 看圖說故事喔 對啊 反正被割掉了 也看不出來是誰 講的黏人證 不見沒有拍到那個部分 你們兩個在家裡 到底做了什麼 沒有 因為當天在我家 有好幾個朋友 因為我們隔天要 檔內要徵詢說 要不要參選 那我 以前我們常常說 上帝關了一扇門 會開了一扇窗 可是最近 上帝給我開了 大概三四扇窗 你知道嗎 這可能是一片落地窗喔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好幾片窗 所以你意思是說 追求者不只卓榮太 喔 不是啦 我的focus的焦點不是在 我說在工作上 突然有好幾扇窗的機會 比如說我以前的選區 突然間 那個人當選無效 那要重新補選 這是一扇窗嘛 你回去登記就有了 對 所以那時候 在兩個禮拜前 我就開始陷入場考 那可是 在節目的部分 你知道我的節目很好笑 之前要跟我搭配的男人 全部都落跑 我說落跑有點太惡毒了 就突然都高升 對 本來是蔡詩平 詩平大哥 結果他跑去當那個 民國一百年籌備會的執行長 那個很好耶 還有誰落跑 還有那個王文華 他一跟我配 立刻當了中央社的董事長 一配就高升 一配就高升 所以我就說 所以大家都想跟你吃海鮮 對 現在還有誰要跟我配 都可以高升 趕快來配 那你幹嘛一定要找男人 我們女人很多 史上不對 史上 他就是旺男 沒有旺女 旺男 真的 不過講到說像這樣的新聞 像這樣的新聞 你說這樣吵得沸沸揚 那當然最後是說 因為心裡大家 因為離婚了嘛 是 其實離婚當然也沒有說 公開講的啦 只是說就這個事情才出來 我是單身啊 所以其實跟誰吃飯 跟誰又在一起 那其實都是自由的嘛 已經離婚三個月了 也是 其實當天在家裡 有好幾個朋友 因為選舉需要錢 需要組織 他們有帶錢來嗎 我跟你講啦 選舉你沒有登記下去 錢是不會進來的啦 那當然都要去徵詢 就是這三個月的選舉 需要多少經費 那還有組織 還有文宣戰 要怎麼處理 我想這個都是 你必須要有把握你才參選 那沒有把握 這個時候我們不適合選 即使這一扇窗看起來很漂亮 哇這個有雕花的 但它如果不適合你 你走了也沒有用 所以我想就經過那一天 大家幾個朋友一起討論之後 那第三天的 禮拜三的協調會 我就沒有去參加 我連協調都沒參加 所以有幾個問題 我們還是回到 正式宣布加入演藝圈 正式宣布加入演藝圈 所以他那個業會 其實是選戰的那個會議 對 那只是這樣子 但是那卓榮泰的參與程度呢 他會是總幹事嗎 或者是 如果有參選的話 我想在政治的路上 有很多人 他有很多的資歷 那我有很多朋友 都算是我的老師 我都必須要去請教 跟詢問 而且這一次的詢問也有跨派系 對 就不是只有一個人 好多個人 那還有什麼人 除了卓榮泰還有什麼人 我的金圖怎麼可以曝光 萬一有一天我還要選 對不對 大家把它封鎖了 那還得了啊 是 了解 好 我想從這個新聞事件 我們當然看到欣妮 她雖然離婚了 但是她未來的原生規劃 她會有很好的發展 但是也有一些人的婚姻 就處在一個比較 對 我們還是要問一下欣妮 就說 那妳之前那一段 就是說離婚 那離婚的原因 可以講嗎 我覺得每一個人有一條路 她走得下 尤其是婚姻走得下去 跟走不下去 都不會只有一個原因 那可是以公眾人物來講 我們現在講了滿足大家 三分鐘的快樂 可是我的家人 我愛的人 愛我的人 她可能要承受一輩子的痛苦 所以我覺得我必須要保護她們 就是說離婚原因就是堅持不說 沒有理由 這只要知道現在的狀態就好 我就過程 過程導致現在的結果 那目前的結果就是如此 我想我們大家都是 檯面上的人物 OK 可是愛我們的人沒必要 跟我們一樣承受這樣的壓力 好 那妳現在離婚了 妳會願意很快的就接受 下一段的婚姻嗎 或者感情 應該離過婚的妳就知道 目前是怕怕的 就好不容易可以不用煮飯了 妳為什麼還要去 為什麼還在廚房呢 那妳之前的 那就是小孩跟前夫嘛 讓前夫帶對不對 我的工作一直都比較忙碌啦 對 所以我們希望孩子 還是在一個穩定的狀態下 那妳接受前夫再有一段婚姻嗎 未來是很難講耶 我小時候也不覺得我會相親結婚啊 我小時候也 妳跟前夫是相親 對啊 我也想像不到 有一天我會走演藝圈啊 很多事情 這個未來是無限的可能啊 所以這都不說 但是如果來了也就接受 搞不好下一次被拍到 是我跟篤林去喝咖啡啊 然後我就高升了 也許喔 高升到哪兒去 不可能喔 而且妳知道現在妳的前夫 已經是名人的 名女人的前夫 這版面很好用 會嗎 會 很有價值 她現在是某某某的前夫 而且是單身了 這非常有效 妳說她前夫現在身價很大 對 很多妹是很喜歡去 說我跟誰的前夫在一起這樣 她是名女人的前夫 所以她是最大受益者 沒有啦 只是說寫過 最大的受益者很多啦 對 大家都很有好處 講著講著 離婚這件事情 好像對男女雙方來說 很歡樂 沒有什麼不好 我覺得和平分手OK 對 如果說她是問題是可解決的 那就不要 就是要努力去溝通 不要撕破臉 對 因為離婚率那麼高 我們也不敢再鼓勵了 可是如果說她是讓彼此都痛苦 包括小孩子三方 很多人說我為了小孩不離婚 錯 小孩子好希望你們離婚了 因為在那種環境我還不如 那個壓力你知道 明明知道他們兩個不好 然後還在那邊跟 還不如大家解開 真的 用一個比較健康的心態來面對 那現在主婚太先生是 單身俱樂部的嗎 不是 你要問她 我沒有辦法幫任何人 妳是不知道的 不知道 沒有啊 應該是 是婚姻狀態的 你知道啦 我來講 因為他們兩個就是 心裡是單身嘛 主婚太並不是 所以 但是參加選戰是 是不分單身或者是有婚嗎 對 妳會不會轉得很硬啊 對啊 大家總之是同事嘛 好正喔 對 好 來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要跟大家聊 另外一個婚姻問題 那就是有這個家庭暴力啦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馬上就回來 好